平常飛的時候 你的油門推桿要往上推,推到底 那這邊我已經有跟你說一個offset的位置 所以你會有一段是空的 不會有動作 因為這個動作是降落的時候 拉煞車用的 減速用的 降落的時候你在開煞車的時候 就是這個會往下 那平常會就是 推到最下面 因為我現在是沒有跟你射開關 那他們有的人習慣是說要射開關 但是我建議 看就有點習慣 如果你習慣要射開關 你就是射這一支 它內設定是這一支 那但是就是降落的時候 你要記得要剝開關 那因為射開關的話 因為手機有時候在流失 怕說在丟的時候 再甩不了你去碰到這一根 所以要看你 你要的話我就幫你射開關 我看它原來設定那個是butterfly 然後launch那些是用這個fly mode 對 所以看是用標準的就好了還是 我幫你射一個開關好了 好不好 那以後如果你不要 你再把它關掉就好 可是那butterfly就是你所謂的煞車是不是 對對對 所以你現在是用油門那個 沒關係那就用你 因為在滑翔機模式裡面就是用這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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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你的後面的其他的我再 先用你習慣的做法做好了 先用你習慣的做法做好了 就是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我又幫你先設一個模式出來 然後你背背看之後 然後你再 再看你的習慣 你再去做做不同的 現在就是沒有 那你有的話就是要開才有 關掉的話就沒動作了 可是這樣子變成降落的時候就是要去撥那個 習慣就是習慣一定要撥開關 就跟玩我們那個動力機一樣 收腳放腳的那個意思一樣 就是要去打那個開關 所以它只有固定的角度 不是隨你以前油門那個 就是你隨油門去動 還是開完以後隨油門去動 對對對就是多一個開關這樣子 那目前是有設那個五個模式嗎 沒有 現在只有幫你 所以插動那些都沒有就對了 現在正在幫你試 插動要試 因為現在是RodderList RodderList的話你的插動一定要試 就是上小下大 那麵條 對 對 對 是 對 以為 在 在